大家好我是时光博监的Able 星期一周标试我们谈一个工艺片 主题是法狼 法狼名字很漂亮究竟是什么 法狼的技术其实远比中标的技术是古老 18世纪的时候 我们的pocket watch很多已经是用法狼的技术来做标面 但当时的法狼的标盘大部分都是单色以白色为主 法狼的特性是什么 它其实是有很多颜色的组合 因为法狼本身是一个抗物质 所以它有很多颜色的可能性 但它的缺点是什么 就是它很容易裂 一只法狼标我们要好好保护震息 如果我们不小心碰撞它或者掉了它 它就会有裂痕甚至是整只碎裂 法狼的标盘究竟是怎样制作出来的 首先我们将这些不同颜色的矿石或者单颜色的矿石 混合了一些金属氧化物 然后用一些液体将它们混合在一起 然后再涂上一个银质 或者是铜质的金属底盘 涂上去之后就放入一个800至1000度的烤炉 这个烤炉的时间和温度都要拿捏得非常准确 否则法狼的标盘就有机会会裂 或者颜色会变成不是你想要的颜色 比如一个法狼的标盘需要8至9层法狼厚度才能够完成 当你控制到第8次第9次的时候 如果一不小心令到它裂了或者颜色变了 前功尽费是要放弃的 法狼究竟有多少不同的制作技术 最常见的就有大明火的法狼 或者一个叫做俠丝法狼 透明法狼 微款法狼等等 能够掌握法狼技术的师傅是不多的 而最出名的应该就是Anitta Brochet Anitta就和很多不同的牌子都有合作 而能够生产法狼碗标的牌子 当然也是服务轮角很少 其中最受欢迎的牌子应该都要数是Parta Phillip Parta Phillip每年就有一个叫Rare Handcraft 稀有工艺的碗标系列 这个稀有工艺的碗标系列 只会制作几十个或者一百个左右的座钟 或者是代标又或者是碗标 他们一般都会以俠丝法狼 或者是微卜法狼的技术 什么叫俠丝法狼呢? 俠丝法狼其实就是在金属的底盘 先是用一些像头发那样的金属丝 勾勒出设计的图案 比如一只小鸟或者一条鱼 或者是日内瓦湖景色 将它勾勒出来之后 然后将不同颜色法狼的物料填充上去 每一种颜色都要去控制一次 以一个800至1000度的烤炉去控制 每一次如果控制失败的话 都是前功尽非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个有三十几种颜色的图案 即是要控制三十几次 所以它的选耗率相对来说是非常之高 微卜法狼又是怎样做的呢? 微卜法狼就是先以一个烫好了的法狼 标盘作为一个底 然后就在上面用手工人手去绘画出想要的图案 最后才放入那个玻璃 把颜色稳定 就出了一只微卜的法狼 另外一个牌子都生产很多法狼的作品 就是Uzinadin 雅典有一个classic的系列 就是做了很多historical的船隻 历史上的船隻 这些船隻有战艦有双船 它们都是非常之细致的设计 大部分都是匣斯法狼的技术 另外一个就是Grand Complication 高复杂功能的机身 是一个automator的机身 就是一个很多不同的动作的一个机械的机身 另外一只亦都生产很多法狼作品品牌 就是Jackados Jackados是最出名做automator 即是自动换偶 今年他们推出了一个作品叫Magic Lotus Automator 上面就有荷花、荷叶、金鱼 所有这些立体的一些公仔 在标盘上面都是以法狼的技术去做出来 即加今年也都推出了一个系列 碗标是有法狼的技术在里面 他们用的是透明法狼 先在底盘用机器去雕刻一些图案 然后在上面放了一个透明的蓝色的法狼 放完出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蓝色的透明法狼 下面是显现出那个基黑的图案 是非常之美的 不同的光线下它还会闪 最后一个想说的牌子就是Westfront Constantin 江斯丹顿 江斯丹顿也有出过很多法狼的作品 不久之前就曾经出过一系列 上面是有鸟仔、海星和鱼的图案 他们用的是手工雕刻的法狼技术 手工雕刻的法狼技术是如何呢? 是先在底盘手工雕刻出来 譬如一只鸟仔或一条鱼 然后在上面填充这些法狼的物料 然后放入焗炉焗 每一种颜色都要焗一次 有越多颜色 焗制的次数就越多 法狼的碗标制作是非常之复杂 以及它的选耗率是很高 導致到法狼的碗标的价值相对来说 亦是比较高的 我们看到在市场上面 很多收藏家都很喜欢收藏法狼的碗标 而在拍卖场上面 时时看到法狼标都得到很好的价钱 好了,今星期的一周标示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